这个青岛小伙把糖做成了我吃不起的样子 盛开的牡丹 分红的野马 细水的鸳鸯 优雅的天鹅 这些看起来像玻璃的制品 其实全都是用糖制成的 还有多厉害 直接两只虾 让CCTV 央视新闻网 人民网 中国青年杂志 新华社等各大媒体正向转发 点赞表扬 这个人就是糖艺师崔九祥 读动糖没有捷径 需要大量的练习 才能融合得恰到好处 而手指被烫伤是常有的事情 白砂糖用火加热到160度左右 变为糖浆 再等待20分钟冷却 在加热灯的辅助下 一块硬如石头的糖体 会变得粘稠软糯 接近60度的糖拿在手上 就是一块烫手山芋 忍受高温制烤的同时 还需要揉捏精细的造型 崔九祥的双手 仿佛就是施展了魔法 糖体在他的手里 捏搓揉点切 刻画就塑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 精美绝伦的糖艺作品 除此之外 糖画为了在外形上体现出 国风中的飘逸的神韵 也要护下功夫 有时做好的作品 会因为承重能力不足而倒塌 有人说糖艺太小众 容易融化 没有收藏价值 所以这项艺术也被称为瞬间的艺术 很多时候崔九祥都在质疑自己 是否值得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完成一件极难保存的糖艺作品 一碗白米饭也能果腹 但我们还要多炒几个菜冲莹一下 努力向上追求 不正是人的天性吗 糖体本身极确很美 但我希望能让很多人看到国潮之美 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希望将这份手艺够到极致 因为这份坚守让它得到传承和花样 无论是宁静翠绿的竹林 浪漫盛开的少药 古纳清幽的兰花 都展示了它的国风创意 让糖艺成为连接古代与现代的一根线 开拓国风文化 让大家看到东方之美 才是史密